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人性被扼杀之后 人们贪婪贪欲 人们为了能够保证自己的权利 而这个保证自己的权利 直接为什么呢 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所以他才会拼了命的在相互在绞杀 应该是这么理解就对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 如果作为这个体制的最高的领导者 彼此之间都是白刀子进气红刀子出来 中国的社会的和谐 共产党的社会的和谐 一定是靠白刀子进气红刀子出来 来维稳 维稳这个词本身就是非常丑陋的 维稳这个词本身 谁是被维稳的对象 不就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成为了被维稳的对象 而制造维稳的这个概念 本身的概念呢 不正是这些人透过维稳的说法 来巩固自己的权利 透过维稳的做法来获得自己的金钱 因为马无叶草不肥 对吧 周永康先生一定也得晚上弄点料豆之类的 那作为周永康先生 掌控着如此庞大的几千亿的这个维稳的机构 有那么多的现金是从上面拨下来的 以国家的名义 你说不让他挣钱 你不让他挣钱难 你不让他想办法把钱装兜里也难 应该这么理解 才符合今天当今的社会 但是呢 钱要都让你挣去了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他干的就是杀人约祸的活 维稳吧 政法伪系统的吧 不就杀人约祸的活吗 那你能不遭人恨吗 你干的不是 能不是缺德的事吗 一定是缺德的事 所以才会出现今天的场面 而这个体制本身呢 一定就造成了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 共产党本身呢 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在今天的环境当中 而是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机会 就是把它抛弃掉 法广有篇文章 呃 写的是翻译文章 翻译的是法国著名的费加罗报纸的一篇文章 但是内容写的非常的到位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 文章题目是这么讲 清洗已经蔓延到中共中央政治局 其实应该是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强调说中共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器的领导人 周永康可能因为力挺薄熙来正在付出代价 因为薄熙来垮台所引发的中共高层权力之争 越演越烈 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的周永康 他的无纱帽看来已经是非掉不可了 而作为中共政治局负责全国安全工作的常委 周永康本来却统领了全国的公安国安和司法工作 所以本来他是杀别人的 今天自个儿给自个儿抹了脖了 文章直接引述了英国的金融时报的报道讲 周永康统领中国公安国安的权力可能已经被剥夺掉了 周永康所主管的工作已经移交给了孟建柱 实际上等于是进行了非正式的清洗 没错这个说法就非常到位 因为公安部长不是政治局委员 那孟建柱接到这个工作之后呢 他孟建柱必须听从政治局常委的 所以他绝对会听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的 而周永康的工作被交出之后 他对武警的控制权就没了 而这样的工作转交给孟建柱之后呢 孟建柱本身对武警是没有任何控制权的 所以就等于把周永康掌控的军权给拿回来了 大家听懂了 而广东省委呢 大家注意到在13号的时候呢 政法委书记不再是广东省省委的常委委员 也就是说在广东省政法委的书记降格了 那广东省地区的武警也就不会再直接听命于政法委书记了 因为政法委书记本身不是常委委员 他就根本调动不了武警部队 把兵权给拿下了 今天的周永康透过被调查 简单的胡总的一句话 说为了还给周永康清白 所以呢 您就稍微休息一下 休假式治疗吧 咱还这词休假式治疗吧 那休假式治疗呢 您就弄点清闲 每天出来说 今儿我要见谁啊 印尼 明儿我见谁啊 菲律宾 后儿见谁啊 见谁都成 见一些外国人 别见中国人 那见完人呢 就表明我还OK 我还在 我今儿早上还有饭吃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真正的权力呢 全都移交出去了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解释了 为什么给了孟建柱 而没给别人 孟建柱的级别低 低了两级 当低了两级之后呢 武警的权力自然回交给了 胡锦涛或者习近平 所以就把兵权拿回来 这权力一拿回来 那周永康 我就说 咸鱼翻身 上回翻了一下 翻过来了 这头晾干了 翻过来那头是臭咸鱼 招的绿豆营 文章讲说 如果正式讲的话 周永康依然保留着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置 要等到秋天党代会时 才正式退出 我自己的说法呢 不是这样 我自己的说法呢 应该说 胡温确实想有动作 因为如果想保持住他的话 干嘛这个时候难 你等 反正事已经出了 你就等他退休不就完了吗 给他个面子不就得了吗 今天说不给周永康面子 又以小道消息 用大家伙报道的方式恶心他 就像我提到的 薄熙来家族的事情 薄熙来老婆 给薄熙来没事弄 不知道弄多少顶绿帽子的事 都给折腾出来 你这不是恶心他吗 你会造成整个这样的做法 会造成他整个薄熙来家族 完全垮气 永没有出头之日 所以这个做法 是不是就验证了 我提到 这个胡锦涛温活煮蛤蟆 非要把蛤蟆汤煮得老烂老烂 连骨髓连骨头都给他煮烂了 有这么点意思 那这么煮烂的一个客观 结果是什么呢 会反映出中共体制的邪恶 所以自己我们这么看 应该说确实看到了链 试图把中共体制 共产党本身的体制的邪恶性 透过这些人的具体的案例 表现或者说大白于天下 让大家对共产党没有任何 不抱任何希望 应该说是有这个可能的 文章呢 紧接着描述呢 周永康对薄熙来的支持 然后说然后提到几周以来 到处都在流传着周永康倒台的消息 观察家也注意到周永康公开露面 或者是媒体转载的有关消息的内容 如果周永康倒台的消息成为事实的话 那就证明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着政治危机 更进一步严峻的这么一个阶段 薄熙来只是个希望进入中共最高层的竞争者 而周永康本人则是中共的九帝之一 他里说他这里提的九帝呢 是指九个皇帝 政治局常委有九个人 九个皇帝 这也就变成了中共所谓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层面呢 叫民主集中制 所以出事大家呢 没人负责 但是有利益的时候呢 各管一摊 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被称为九帝 这个九帝呢 说法呢 我觉得挺滑稽 这就表明了独裁体制之下 试图想以民主的方式维持共产党的体制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九帝当中的之间的相互掐 相互打 就足以能够验证共产党本身的邪恶 文章还讲说 周永康是这个九帝之一 并且手上的大权 还是最敏感最重要的权力 所以周永康在打恐怕不稳定的这张牌的同时 已经建立起了第二权力中心 与中共的头号人物 胡锦涛相抗衡 如今中共高层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洗牌 周永康已经不再可能去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了 我觉得他提到第二权力中心 这就是最要命的 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评论当中早跟大家分享过的 那另外一个说周永康去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周永康现在是保住自己的命 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爱谁谁了 所以因为权力已经被交出去了 那作为说他的权力本身 这里提到就是政法委书记本身在掌控武警 掌控司法系统本身呢 就形成了第二权力中心 自然形成 我们知道在海外正常的一个社会当中呢 法律一定是独立的 法律的独立的本身 他要给社会以公平 给社会以公平 也就从另外一点透显出法律司法系统本身的这种重要性 而作为中共的政法委书记 却掌控了公检法所有 还包括武警 所以他自然就会形成第二权力中心 第二党中央 这是共产党本身的体制造成的 这是当初江泽民恶心 胡锦涛 温家宝 直接造成的 那是当时十六大把罗干弄进去的 十六大 从七个常委扩大到九个常委 那是第二中心的形成 是江泽民一手要故意形成的 所以真正说分裂胡锦涛的权力 分裂党中央的路线斗争 最后的老板 真正的老板 就是现在不知是死 是活 争取让社会认为他健在的江泽民 网上说叫蛤蟆 我说叫癞蛤蟆 蛤蟆也就是个癞蛤蟆 应该是他一手造成的 从十六大把罗干升为这个政法委书记的位置 升为政治局常委的这个过程 就是他建立第二中心的 第二党中央的过程 在这篇文章里呢 也提到了这种类似的故事 他讲说 目前的状况呢 实际很难摆平 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分歧 首先周永康是江泽民的人 江泽民线上的人之间的关系呢 仍然亲密无间 那其次从意识形态上讲呢 局势有些模糊不清 包括温家宝在内的某些中共高层的 希望尽量的深入的开展 包括政治在内的这种改革 而周永康及其盟友呢 则站在了对立面 因此目前正在展开的斗争 是具有双重重要性的 一个是为了任命中国未来十年的领导人扫清障碍 第二个是决定中国在未来十年的发展的大方向 没错 这就形成了整个的对立 是真正进行宪政改革 和还是来保证中共的体制 谁保护中共的体制 江泽民整个的派系 江泽民为了维护自己利益 以被称为血债派 镇压派的这么一个概念呢 他们要保证自己过去十年 二十年里对老百姓 对普通人的镇压的迫害的这种秘密 不被公开 秘密被公开 就是我刚才提到黑箱子被打开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中共本身的邪恶 而作为周永康来讲 试图保持的这么一个份额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确实周永康完蛋了 周永康完蛋了 就代表着中共的整个江家帮 血债帮的 应该说最坚实的一部分力量被打碎了 所以剩下的应该是胡锦涛 温家宝习近平一定要借助这个良机 抛弃共产党本身 因为你想维护共产党本身的话 那你就等于吃了挂闹 因为江泽民周永康罗干 这一系列的做法 政法委的一系列的这种邪恶的做法 是打着共产党的名义 因为江泽民曾经是共产党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 他是以国家主席的名义 以党的总书记的名义 利用国家机器对民众的迫害 而你今天胡锦涛温家宝 如果还在本来你们身上没沾上血 但今天如果你想把他们打掉之后 还想维护共产党的体制和这个政权本身的话 那你就变成了人家偷了驴了 你去拔绝的 你拔绝的比那偷驴的还惨 因为你就变成了维护这个体制 来获取自己的利益 同样是这个概念 但是呢 你到底能获得多少呢 这就是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提到的 你必须抛弃掉 进行宪政改革 抛弃共产党本身 才能洗清 保持住自己的洁身 保持住自己干净的过去和未来 这是一种选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by bwd6